接下來的是責任 也是全民對用電的期待 三零三全臺大停電 臺電董事和總經理雙請辭 也是臺電三十六年來頭一遭 危機任命董事長指派由經濟部次長 曾文生代理 總經理則由現任 臺電副總經理王耀廷接任 在上過去五年 臺電員工退休 置換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員 新生代的交接 人員安全的訓練 都是重頭戲 同時也需要地方政府協助 支持架設電網 讓電能夠安全送到家 事實上這一次新上任董作 總經理是熟悉電力系統運作的王耀廷 同時也是身兼臺電配送電事業部執行長 管理人員佔臺電員工近三分之一 指派的代理董事長曾文生 則是時任經濟部次長 也曾是高雄經濟部發展局局長 這回要聯手整頓臺電 有了強力的後盾 在立院備受質詢的經濟部長 王美花也再三掛保證 用電無餘 憑什麼或是有什麼信心可以說可以承諾 因為從這一次的看起來 當然第一個點就是 這個人為的這樣的一個嚴重的錯誤造成的影響 那第二個是電網上面的一個保護機制沒有發生的動作 那這個我們現在已經就啟動 針對這樣的一個場內的保護機制 跟廠網之間的這個保護機制呢 是不是能夠確實可以阻斷 改善用電問題提升供電品質 畢竟王美花任期兩年四次大停電 這回又換了臺電抖座 可別又讓大家沒電可用 華爾西雄 雷雅 樓俊男 台北報導